叶老弟 前台那边有没有通知你 宋思琴的爸妈他们来了 那不是宋思琴的爸妈 只是两个畜生罢了 我他到底是人还是畜生呢 关键人家现在已经跑到龙兴集团来闹了 连行李都带了过来 但有种要住在门口的架势 继续这么下去 对我们没有好处的 我这就出去看待 你亲自去 没这个必要吧 上次我们去申市的时候 我见到过宋建忠这一家人 当时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 还威胁我 说是要来山清市找我的麻烦 如果只是说说也就算了 可他们居然真的敢来 那我就得让他们看看 这是谁的地盘了 老郑 你还愣着干什么 今天你又可以回顾一下老本行了 又见面了 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下 再怎么说 你们也是我集团员工的家人 我肯定会好好招待招待你们的 你就是叶松 就是你和我姐有一腿的 还员工的家人 别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了 你是看见这里有这么多人 所以才装的这么亲切吧 我是该叫你宋中开好 还是该叫你刘中开好 就这一句话 直接将对方那嚣张的气焰 彻底浇灭 你一口一个理解 我倒是有点好奇 宋思琴是你亲姐吗 她和你有没有血缘关系 她那个去世的母亲 何曾生过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你 你血口喷人 你在挑拨我和我姐的关系 不用跟她废话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你比谁都清楚 让宋思琴亲自出来见我 宋思琴现在就在公司里 走 我带你们去见她 你就是叶松 宋思琴现在在呢 我看不惯宋思琴做的那些事 一起过来要个说法 我没有和你说话之前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 韩叔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我爸生病需要钱 他宋思琴难道还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没钱治病 就这么被执摸死不成 然后呢 就因为宋建中得病 所以宋思琴就要给他拿钱治病 姓叶的 你这话说的还真有意思 我爸生了他 养了他 先不说有没有得病 哪怕最基本的赡养义务也是应该的吧 宋思琴一年赚的钱都上亿了 给他亲生父亲拿点钱治病怎么了 再说这是我们的家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三番四次地从中作梗 要说你和他没有一腿 我还真就不信了 你胡说 叶董和李总极为恩爱 你们不要再继续造谣了 呦 我的好姐姐 你终于很露面了 我还以为你打算一直躲下去呢 刘凯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宋思琴咬着银 经纪人刘裕则是站在他身后 脸上充满了厌恶 带什么 宋思琴 我们这么大老远的跑来 想带什么你心里没数吗 咱爸病得这么严重 你难不成真要看他死在医院里 这老东西有病 就眼下着活蹦万跳的样子 我还真没看出来 闭嘴 你他妈算是什么东西 我在和我姐说话呢 有你插嘴的辈儿吗 你就是我姐身边的一条狗而已 没有我姐 你连工资都没有 你 刘裕勃然大怒 他想说些什么 却被宋思琴挥手拦下了 只见宋思琴看了看身旁的叶松 然后深深吸了口气 这是接待室 外面那么多人在 我不和你们在这里胡搅蛮缠 说吧 到底要多少钱 我一次信给你们 以后别再来闹了 很显然 他在顾及叶松的名声 也在顾及龙兴集团的名声 行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 话把刘中凯伸出一根手指 这个数 怎么样 一百万 你打个要犯的呢 我们动员了这么多乡里乡先 光是路费就花了不知道多少 区区一百万就想把我们赶回去 真是做梦 那你们想要多少 一个亿 给我们一个亿 我们立马离开这里 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一个亿 宋思琴笑了 笑得很美 哭得也很美 逗大的的泪珠 从他那通红的眼眶中流淌而出 他望着宋剑忠 那是一种难以言明的心思 到了这时候 宋剑忠似乎也不敢直视宋思琴的眼睛 只听宋思琴说道 宋剑忠 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现在只想问问你 在你的眼里 到底我才是你的孩子 还是他刘忠凯 是你的孩子 宋剑忠脸色变了变 没有说话 人家都说虎毒不识字 这么多年来 不管我有什么样的成就 不管我赚了多少钱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小时候你那么对待我 我就反过来那么对待你 可你呢 从我妈去世开始 你就没有对我尽到过一定点的抚养义务 整天不是打就是吗 哪怕我努力地讨好你 也比不过这对母子在你心里的地位 一个亿 一个亿啊 你们 你们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 我问你们 你们知道一个亿是什么概念吗 你宋剑忠知道我要赚这一个亿 得付出多少的努力吗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从小吃我的哼我的 我把你养这么大 难道你不该为我做点贡献 你一年赚的钱都不止一个亿 给我点又怎么了 你什么时候养过我 我妈在世的时候 都是她出去打工补贴家用 你平日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 你为这个家里赚过一分钱吗 我妈死了之后 依旧直接把我扫地出门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养过我 我不求你能像其他父亲那样疼爱我 我只求你别再给我添堵了 难道你连这样的要求都不能答应我吗 行 现在把我当累赘了是吧 给我先 我立马就走 以后绝对不给你添堵 一个亿没有 我最多给你一千万 一千万太少了 最低三千万 你给我闭嘴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宋剑忠再怎么说也算是生了我 你又算是哪根葱 在这里和我讨价还价 宋司行 这你还真就说错了 你不把他当骂 我还能不把他当骂吗 住院不需要人照顾啊 吃喝拉撒不需要人照顾啊 我现在为了照顾我爸 连班都上不了了 你说我有没有赐得和你讨价还价 行 你们这一家人 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两千万 立刻离开这里 以后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们 刘仲凯和宋剑忠他们对事宜 没有说话 一个亿 其实也就是个幌子罢了 从一开始 刘仲凯就没认为 能从宋司行身上拿到一个亿 对于他们来说 两千万也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财富 不过瞧宋司行这痛快的样子 他们心里又生出了些许不敢 毕竟像宋司行这种大明星 赚两千万的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况且机会恐怕只有这么一次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两千万是山山最后的底线 你们别太过分了 宋剑忠和刘仲凯依旧沉默 反倒是王书宇说的 虽情 其实 你别和我说话 这个家里 就属你王书宇最坏 小时候我认不清你 现在我还能不知道 你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 如果没有你 或许宋剑忠还不至于 无赖到这种程度 混账东西 怎么和你王义说话呢 宋剑忠神色一路 挥手就要朝宋司行打开 宋司行连忙后退 红石有人影从他身旁站出 一把抓住了宋剑忠的手腕 宋剑忠挣扎了好几次 也没能挣扎出来 放开我 在这里你说话可以 动手的话 就要问我同不同意了 宋剑忠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是彻底被猪油猛了心 我几乎可以预料到 就算我把钱给你们了 这男俩恐怕也不会花在你身上一份 不过无所谓 你胜了我 给了我生命 这两千万就当是我还给你的 至于你的病情怎样 那都是你欺负我妈的报应 以后不管你是死是活 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 等等 宋小姐 再怎么说 你父亲也算是给了你一条生命 从因果关系上来说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你 所以 两千万 是不是少了点 此话一出 不光是宋司行和刘豫 连宋剑忠等人 都乱在那里 叶董 这 刘豫也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叶松挥手打乱 如果叶董觉得少 那你说个数字 只要我能拿出来 绝对不会眨一下眼 好好好 还是叶董大气 刘中凯忽然大笑起来 他当然知道叶松没有那么好心 只是他的想法和宋司行一样 都是认为叶松是为了顾忌公司颜面 生怕自己以后再来闹 所以才会选择加一些钱 反正这钱又不需要叶松出 全当拿宋司行的钱 来混个顺水人情嘛 对刘中凯和宋剑忠等人来说 这自然是乐意见到的 姐 怪不得你这么多年 依旧只是个明星呢 好好跟人家叶董学着 这才是度量 我们肯定也不会把你逼死 不然你那些粉丝饶不了我们的 一亿就当是开个玩笑 五千万怎么样 宋司行没有说话 只是在看着叶松 只要叶松点头 他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还是少了 赐命之恩 可谓无价 五千万又怎能足够 那叶董说 多少合适 多少合适 那得看你自己 六千万 少了 八千万 少了 一 一个叶 大胆点 网多了说 姓叶的 你到底几个意思 叶松朝政天和使了个眼色 小拇指一千万 指指两千万 中指三千万 无名指四千万 大拇指五千万 叶董 这个价格怎么样 老郑 我们不差钱 可以再加点 你说 这个价格 您可满意 刘忠凯愣在当场 宋剑忠他们的脸色 更是当场就白了 连宋司情和刘玉二人 都张大嘴巴 不可思议地站在那里 宋司情一直以为 叶松是打算稀释宁愿 拿钱了事 现在看来 这似乎和自己想的 有些不太一样啊 我在问你话呢 总价一亿五千万 买你这指手 你觉得你是亏了 还是赚了